我們現在穿的外套呢,它有四個顏色 我覺得是今天如果你是肩膀寬的女孩 她可以幫你修飾的,因為她是臉帽的 而且呢,為什麼說她可以修飾? 因為她的材質,你看像阿姨這個 很挺,不愧是她的 就是不會看到你的肩膀 看起來像牛仔的那種,但又不是,但又挺 塔吉跟邪文部的孩子 對,反正她就是,給你們看一下那個料子,黃色 她是偏薄的對不對,這一款是偏薄的外套 以外套來講算比較薄,薄而挺 但是不是很薄的那種塔吉,也不是很薄的那一種 對,因為她畢竟會挺 然後這一件外套呢,她有很多,設計上有很多小巧思 喔,你已經把背挺好了是不是? 來來來,你看她挺那麼久 這裡有抽繩 大家,她的這個抽繩的這個,是坐在背部的 就是這邊打,你可以就是要穿之前先打個結 但看起來就是,有那個嫌瘦的 對,就後面有抓住 其實穿這種外套啊,我們都建議大家就是不要扣起來 嗯,因為就是要她後面這個腰身,加上前面這種感覺 舒閒 對,而且她口袋很大 超大 還有一個特色點啊,就是她是落肩之外呢 她其實她的袖子這邊空間非常大 因為我現在穿的是一件,有一點就是類似像飛鼠袖的一個素面上衣 你看她還是可以,就是可以容納這個整個空間,用容納兩個詞 她袖子算寬秀了 對,以外套來講算寬 然後是袖子做這種壓扣的 對,整排都是壓扣的 跟這邊是一樣,是壓扣整排 而且她側面有個弧度 對,她都是有個弧度的 然後總共有四個顏色,最基本的秋冬 因為大家秋冬很容易就穿暗色系的 所以如果很猶豫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先從卡齊下手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萬年要黑色的話 那就不用問我了 好,我覺得這兩個顏色是大家秋冬會比較讓人接手的 對,除非你有屁號就是一定要黑色 那假設你覺得這些類似顏色都有了 就像我這個黃色 上海裡面穿黑色就很適合了吧 是吧 在轉圈的過程中有看到我的帽子很挺嗎 有 有,對不對 就像這個樣子 而且我這個身高穿起來 我們兩個就像我一樣 長度還不錯對不對 對,就是滿OK的 不會對我們來講太短 而且,嬌小女孩子不用怕 因為秋裝的外套就是要長 除非你有在追求